我父 兰二十三岁 十八岁 从清河大学毕业就职与 将成月扫中心 您性别原因被离职 承认过美甲师 模特 人体素描模特 配地保安 我靠 什么情况 感谢我金山哥送的大会见 我能拍手 人名手帮富裕健康 最近 最近手帮处理榜样 你灯笔的上黑 吃不吃 快 听我吃 动 动 动 哎 好嘞 阿宝 我小学问你为什么这么年轻 又到保安了 你想想这大爷呢 六十几个我 二十这就是 这叫赢在起点 我这手走了 四十年弯路 你们呢就羡慕去 先生文明停车呢 方便你我他 麻烦你罗下车 你们 你们你们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进展防保安 还有没有往法了 啊 不好意思 不是干什么 你们有没有往法 还敢挽动啊 哎 啊 过来 家里面 阿宝被别人打走了 展观住啊 你 我终于醒了 你你谁啊 我是在哪 保鲜的脸都让你惊醒了 不 你 想到你还没得啊 送吃剑也跟我都说 还送我出国留下 没想到 我都私都没见得到 最后一面 为了你补我的过程 我把我所有的财钱 留给你 二叔 财产 从现在起 你是报氏集团的预备继承人 没错 你要经过报导对你的考验 然后才能继承报氏集团的千亿子 你可这是多少 千亿千亿 这是报氏集团的专属黑卡 只要您在一个月内使用正常手段 花光这卡里的钱 以秀香继承报氏集团的千亿资产帝国 这卡里到底多有钱 不是不是你这咋样的 莫了你是那个 杨姨 啊哈 杨姨 杨姨 你怎么不记得我来报复 哎呦 你这是 参加同学聚会 你不知道同学聚会 班长没有告诉我 哎呀没事 白身这么巧 要不一直进学今天到同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回来晚了 那这是谁 各位哈喽回来晚 你来这来 报公司三同学你怎么来 他有个臭碗 你这来 你来这来 你来到这里谁不是开盾 广跑 做兵力 有此外啊 是啊 大家都是成功人士 你做保安 我眼中间太大了 昨天说的对 这次插的太大 这报复 也会有压力吧 天下来了 我我在这吃一顿饭 干嘛 咱今天要带老同学 找个建设 就是各位开工机 你骂谁啊 不是你个小多病 你急什么去啊 我又没说你 嗯 这就是一顿饭 告诉你各位 今天所有的消费 往远的 哼 哎呀我吃了 报复你说什么呢 要求保安 一月公司都给干净 你请客 恐怕连这里个一瓶酒都来不及 好了 还要露别生了啊 现在报复跟不上去 不是 不是 放菜 吃 还很多吃 给我 你这是一个 什么 家伟 想请客 咱们 不是 我們從今天開始呢 沒人不拿杯啊都別拿杯了好不好 踩箱子 到了這個級別 醉醉水踩箱子這是第一集 哎呦大家都別客氣啊 該整啊 這一瓶康地就有好幾萬 報復就是報復了 我看是被羞辱了 想振面子 我看就是窮得太狠了 都在沉默中死亡 就在沉默中爆發 這位先生您跟您啊 是我叫做立場 是不是要緊張啊 別吵 買的哪兒是你呢 咋說咋咋 哎 我這個黑卡啊 你一個保安沒有黑卡 我看你是不是每一天天照 還是裝傻 都弄髮 揚音就不該再翻來西亞 什麼律會 啊 好在啊這藍間大酒店的經理啊 是我的 我先幫他收行 哎呀你腦弄得叭巴巴了 這不敢這樣嗎 是 動起來呀 開場啊 張库滑 我還真爛 我大血的時候就給他貌富 不意 沒想到一直就是在翻天招牢 是吧 我都隨隨便便就掏出一張黑卡 簡直是我的偶像 哈哈哈 我imani 咱就來路 老闆娘 你拉拉臉看看 你整個出身我 欠你好幾千萬一見 我也是 一点说的都没有 你也把自己扣 你也太清晰认知了吧 放心 今天这些酒呢 虽然就喜欢他都 安美 天上你这张黑卡刷不出来 那这 报复你不会随便拿到的传单 卯总可以卡啊不可能啊 报复 死屎上面没出什么问题 这是我的卡 哎呀你真就是你跟著對 人報復夫要請客是吧 你太強的買的 你這不是不給人報復面子嗎 啊你不是報復什麼啊 是不是你錢拿出來 你要實在沒錢給王上退一個 王上替你把他免 哎不是等會兒 喂老王 這怎麼刷不出來錢呢 怎麼回事 刷不出來 您是不是忘了更改 這卡還沒轉到您呢 這麼可事 不早說要 你幹什麼 啊裝模作樣 電話整個刷水 別搞我們當傻子呀 你幹好 如果還找起來 我們可 是啊 這樣不成是吧王上 看出藍心酒店拉肥的人 會成為所有高檔酒店 可以不然 都放心 你就放心吃放心喝啊 這錢肯定能刷出來 要是刷不出來刷不出來怎麼樣 要是刷不出來 我就在那個藍天酒店刷一杯 哎呀可憐可憐 大家都是同學啊 王上會有更忍心看你刷一輩子盤子 這樣 從這鑽過去 王上替你把單免了 從這鑽過去 王上替你把單免了 跑步 大招呼能搶能須能深 就算一下褲叼其實也沒法師 是啊 不然打死你 也拿不出這幾百萬的 然後 你老張親理給他嗎 我知道啊 你不就社群組織人容嗎 但現在是現實社會 你指望他能救你的公司 就是情緒 怎麼回事 包袱是我家來的 他什麼事我會幫他 我小話這裡輪不到你多幾下事 如果你這樣幫他 你想想你楊子雞串的事 關你的事 包袱今天上去跪 我來買袋哎 真的嘎嘎嘎氣但是這次 去摔他 啊 但今天你要是說走出這個藍天上 一邊我給你喝三個 喝頭啊 老闆娘咱頭沒有你沒有 你 沒有 老闆娘不會是 老闆你別適應 現實會看錢說話呢 誰是智能卡的主人啊 誰是智能卡的主人啊 不少 你怎麼來了 哎呀 我呢就是這張黑卡 沒有 公子貴姓啊 我的 報 負 啊報仇 您看您這樣子就知道 這是一表人才呀 哈哈 王叔啊 他就是個臭老玩 你喝這說話不用這麼客氣 我少吧 報仇是我們的貴客 就是污辱我們酒店 知道嗎 你可 看了這張黑卡算成功了 不是 哎您來到我們的酒店 就是我們酒店莫大的東西 報仇你的卡 我們是一份也沒敢刷 什麼 沒刷 報仇 從今天開始 您就是我們藍海天酒店的 至尊DIP 您所有的出入 全部都由我們來報仇 不不不不行啊 這個 那必須得刷呀 你們最好全部都刷掉 刷掉就刷報仇好了啊 還有你們 還有你們 你們肯定要刷 不然的話 就是不給我變了 聽到沒有 報仇 報仇 您別激動 就算把這個小小的藍廳酒店買下來 也刷不報您這 報仇集團呢 這尊黑卡 不是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您別逗我玩了 您裡滿有一百一 一百一啊 一百一 一百一 來報仇 報仇 很難 這下 也太重了 那是有一人一鵝鹿頭的池風黑 這麼大的鵝頭 我不得讓他老體坐穿 馬上華樓賓 你敢別太過分了 過分 要野 你如果是先公鞋報酷那個肺 不如先關心關心 你們家怎麼尊責 啊 誰讓我看你 我們王大公司不可以救你啊 少華 我叫人死 我讓你跪 啊來 糟了我讓你跪下來求我 不行不行不行 哎 幹什麼幹什麼 敢在我們藍天酒店鬧事 不想活了 看我不教訓你 那時候你瘋了 他是我們酒店都會的VAP 就報上就報上 告訴我報上對不起對不起 你一定要好好教育小姐 對對對 特別好特別好 憲哥憲哥 太巨擋了不然這樣 你以後就跟著他 每個月 50萬50萬 謝謝莫同 謝謝莫同 你就是我今天 謝謝莫同 這麼老 欠人 不不不 我剛才說的不對啊 我說的太巨擋了 以後每個月 100萬 至少100萬啊 還有你們保安隊的那些兄弟 我全要報員 啊 你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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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我 你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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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點 報上 請留步 報上 所以能當 我從畢業於 第三動隊後期部 我有一雙 你銳銳的眼睛 沒有人能在你 十步範圍之內 能靠近於你 由我來擺動 沒事吧 我沒事啊 挺好的 你為什麼不跟同學們一起聚會呢 為什麼不要 張經理 這是 張經理 要不然呢 明天就來公司報道 哇 你個小小的 關隊者 太缺彩了 你真鬧 謝謝報告 我一定接近全力 富而厚一 我先 走 不許 糟了 快立正老闆的電話 喂老闆 有啥想不想幹 四兩分鐘之內 見不到你你 你給我滾蛋 喂 有有事嗎 我沒什麼事 我得去去一趟快立正 我送你 我自己走 爸 我還是接受不了了喪花 對不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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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 半個小時 百分五十五秒 因為你狂工 遲到收送了多少款地 公司說賺多少錢 先扣你一個月工資 給你點兒教訓 人家就是金錢 扣一個月工資什麼東西 不是這樣 我這遲到一分鐘 就要給一分鐘一萬塊錢 那就是說我至少的賠給公司 六十萬 華雅 我知道 你一時間很難結束口簽這個事 但是 一定 怎樣 這五百塊錢 但是我個人給你的 這五百塊還算你有點良氣 不過我告訴你 該扣的錢還是得高一分都不能收 莫少 莫少 我跟你說啊 拜託轉了董叔 真的害了你 動手 方法 我本來就是想安安吩咐的受個空 但沒想到 這話告訴我 我是意外富翁 我差賠了 瑋哥 事情談的怎麼樣 拜 要不我就忍耐其他辦法 其他辦法 說的好聽 我們現在到哪裡 去弄點五千萬獻集 五千萬這是個保證 公司負責額至少在十倍以上 現在除了我媽裝這樣的不好 還有可能原來 公司負五千萬還不要回報的 就是啊妹 你和王上華是同學 你是求他他肯定能答案你啊 我跟王上華根本就不合適 還沒什麼不合適的 家裡養你這麼多年 你也該給家裡做點貢獻吧 是啊 王上華滿一點配不上你 我可不可以 然後他都接著當乞丐下 楊斌 要不是你賺投資 顧通便這樣 行吧 公司以後就是你哥哥的 怎麼投資 他說了算 你身為妹妹 就應該給他解決這個麻煩 加回王家這件事 輪不到你說過 我現在就去王家登門拜訪 把這門親身拔下來 我現在其實是現在公司的 你才公司的事情 你可以去辦公司的 你只要去辦公司的 我先去辦公司 我先接你 开 这都什么破碗 你等会给我租几辆大牢 必须按照日新最高价 少一分钱都不能收他们 你这同学到底靠不靠谱 别是来开玩笑的 开玩笑 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开玩笑 你是谁啊 我妹妹这同学里边没你什么好人 敌人不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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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信用 不是我瞧不起你啊 就说现在这个社会啊 得拿实力说话 光靠嘴不行 你是不是少看了这什么 你再仔细看看这张 白衣先生 你有一百亿 要要投资我们公司 这个杨氏集团 一直都是我 探中的最大的大型 谁让你跟我 我们俩合作 我就能保证 做点事情 在做违魂 哎呀 好说好说不过呢 我们杨氏集团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收购的 啊这样 一个亿 拿我们当乞丐呢 十个亿 而且一分钱都不能 少了就是给我报复集 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 十个亿 那我卖的都还真是啊 哈哈哈哈 不过呢 我有一个条件 轻强 我要当公司总经理 否则一切免谈 我告诉你 以你的冲印才却当总经理他还缺财 要当 这才能是个副总裁吗 宝负你疯了 我说你 我告诉你 我和我强强联合之间 我们的公司一定会栽畅辉煌 再唱揮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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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女的 你 你 揮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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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宇 你这怎么了 你难道是不想让我收购公司 抱负 十个亿不是小数 你既然收购了公司就应该进行重组 为什么让杨斌担任副总 十个亿很多吗 而且就算是能帮到别说是十个亿 就算是一百个亿 我的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不是 你 我我的意思呢是 杨氏集团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花十亿收购 是个很划算的买卖 那你不应该让杨斌担任副总 怎么说 三年前 我爸给了他三千万 他去撒哈拉套金 两年前进了公司 又拿着公司的钱 投资全球气候产业 他要给全球讲较论 报复 你让他进公司担任副总的话 公司迟早会完蛋的 杨斌 杨斌有这样的才能 你为什么不跟我早说呢 我们的公司 最缺的就是这样的日子 哦 对了 我听说你爸和你妈 要把你嫁给王少华 公司需要王家的帮复 我跟你说啊 王少华你 你住够 那你放心啊 有我在 我绝对不会让你 受到半点的伤害 我 谢谢 哎 没 这是 帮你呢就相当于是帮我啊 杨氏集团 有很强的市场开发的 只要吞掉他们 我们公司就能再上一个台阶 哎呀爸你放心吧 你你儿子我这个魅力 拿下那个杨仪只不过就是一个 你这叫哪天 那杨真呀还希望我们没投资杨氏公司呢 真是十足的蠢货 哈哈哈哈 喂 小华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啊 杨氏集团让其他人收入 杨总由于今年我们市场动荡 所以导致我们近年月的投资 哎哎 报总好好好好好 你们都做先不用看见 你看看 你们大家以后都跟我们杨总学学 要把开回来要领都记下啊 公司交给你啊 我实在也 哎 你们继续 哎 好好好 哎 姚总现在股市动荡了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资金回落 投资上也发布 我能用紫金 我不是亏的地区 你放心 我相信 在我的代理下 你放心 一个月之内肯定让咱们投资 肯定让咱们投资 以你的这个实验 我放100个钱 不过呢 其实 我们这些 亏死了多少天 报总 目前 推准不多 没有我无法 无法 那咋在那里 那咋在那里 才500万就回我们资金 你们投资不能不能有点冒险性 现在这个市场就是动荡时候 正是咱们进场的好时候吗 货子的意思是 买把所有股票都买下来能买的都都买 听见没有赶紧买 他愣着干什么 赶紧行动起来快点 你们继续 报总 该死的 真把自己当你踩了 迟早让你滚 谁呀 他们瞎滴滴 哎 罗宾 网上 还愣着干嘛 弄车 网上 什么话把您给吹碍了 你不是说我和你面前十八九个 我爸可都亲自求您了 谁知道半路杀出个报复来 给的太多了 就是 我再给你解释 啊 江城北去一块地 你去 别放心 只要能把报复来货赶出公司 我举双手双脚才很好 这人之后 你就是杨氏集团的统治者 妹夫 我要下去 你买个一带花的什么时候 又不能买彩票 又不能买国子 江宇 你怎么还在公司 报复 你把这个投资部的事情 你知道 是我让他们加大投资吧 这样下去的话 投资不会全盘科学 到时候公司的钱 撑不过一个月的 一个月 天明 你这样说让我很失望 我对你去后邦门是想让你开拓 更多的市场 вас氣不渴望 你來幫我 因為你來幫我 你來幫我 說你去幫我 你去幫我 我去幫我 去幫我 那我去 去幫我 那我去幫你 我去幫我 我去幫我 好 幫我 avam 你叫我娘 咱們兩個同學了不是 你就補不詳細 走我帶你去吃飯 吃飯哎嗯我還要上班呢 那我說你下班你肯定就下班 我看見你這附近有個好過店 我給你立定的位置 哎呀為甚麼 我叫我 嗯 嗯 王世华 呦这不是老班长吗啊 你还这么有雅气啊 身边这左右右抱的 我这刚才说 这屋子怎么这么多臭味呢 哎是你这个臭保安在这啊 给这位客人呢上杯冰水 给他降降温 哎呀建设的家伙 真有自己觉得有点钱是了不起了 杨姨我没想到你还跟他在一会儿 王少华你放尊重一点 报复现在是杨氏集团的董事长 轮不到你直手画脚 一个臭保安也配当董事长啊 真以为自己有点钱是了不起的 是不是 我告诉你 啊 你自己有点钱是了不起的 你自己有点钱是了不起的 我告诉你 杨氏集团 迟早是我的脑袋 嗯虽然你这个人呢 搞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说特别的 我现在就是可以 先生有什么需要 哎 我这个人的胃啊 别特别的贵重 吃什么东西的话 一定都得加点小料 你把这些钱拿过去 给我上一份进步 是 那有什么 给这种人一点面子都不 就咱俩 就给他们家里 哎呀 一份就够了 真是美 这 路员过来 把你店里所有金箔 都给我上来 王少您可真厉害 那可是金箔 哎 我这位子都没吃过 还是王少出手大气呢 一份好好吃啊 哼 王少店里没有金箔 王少店里没有金箔 哈哈哎不好意思啊老板长 忘了跟你说了 这店里面所有的金箔呢 你那怎么做生意的 对不起王少 店里金箔实在是没有备用的了 被那位先生全部都买走了 所以说嘛 人不可貌弃啊 干什么事情之前啊 不要说太多大话知道了 我再给你一次惠子忌讳啊 现在 马上 我买金我去 哎 记得买999足迹 不然的话呀对味道啊 抱先生您的菜品 需要现在为您加把火吗 不是加什么火啊 你看看你们这个灶 煮什么东西都煮 对不起抱先生 下火卖是吧啊 你加把火呀 哦 哎呀 当然我烧不齐的话 哎呦 哎呀呀 你是 龙超小水 还得吃老陪王少华 回话龙超是犯法的 法 我王家的江城就是法 娘爷 你现在回到我这边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了 好好好 木屋王法这块呢 还该是咱老班长 从鬼就是熟悉 别以为自己有点钱 点了几个金我 就是以为进入了上流少会啊 来来服务员来 把这钱给他拿过去啊 给做点鲍鱼很深啊 加点菜 哎呦 哎呦 这这这怎么着这这这 哎呦 这是 得找人帮忙啊 啊 我王家 不是 不是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那毁坏龙超是重罪 我刚才打电话 是叫巡查司 来抓你 巡查司 巡查司 巡查司的司长见了本少 都得礼让三分 你让他抓我作奸 不是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面 不过有一句话 你说的特别对 我刚才打电话的那个 不是江城的巡查司 而是整个省城的巡查司 什么 老板长 看来呢 这个 龙超 吃火锅的这个事呢 那就安排了 但是有一点特别幸福 您在整个省城里 你很好 好 老板长下次呢 就别人们 啊 报复杨姨 我龙超华 哎慢走啊 哎不速 报复啊 你今天这真的彻底都被我上滑了 真的没问题啊 那有什么 他这个人又掀不起什么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先把北区的那个地方拿走 北区 杨斌 你知道在说什么吗 怎么了 北区那个地方在江城远近闻民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剩下的开发架势 我们买下来就我咋在手里 用开发什么 那咋在手里面 你不是告诉我 杨斌 我觉得你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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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人啊 是非常用 投资的一次性 北区这个地老板 不仅要买 而且还有多多的 有多少卖多少 不负你 北区那个地方的交通跟经济 是整个加成最差的 根本没有任何开发价值啊 咱们可以跟北区 还在搞一个顶级的墓地吧 专门卖给那些两千人 然后 在这个墓地里 不仅如此 还得有泳池花园 还有阳台 咱们诸如此类的东西 还有 在这个墓地里安装这个地 让有钱人 在墓地里也能享受到极次的生活 设备啊 必须是全球队 咱们的组织队体 目的最好 到球了 呃这个 竞拍会北区的律师 三天后 三天后 三天之后呢 你带我去上竞拍会 喂 王上 成了 那些傻子 竟然真的相信北区能赚钱 那次 看得好 薪酬就恨 我得让你十倍偿还 啊 哎呦 哎呦 这不是老同学吗 这么巧 你们也对北区感兴趣 婆婆我听说这北区的地 相当的反战潜力 但是没实力 就丢了线 这次可不跟在蓝天酒店吃饭一样 没点实力 连竞拍资格都没有 对 说的特别对 不过呢 这次竞拍会 不是 蠢货 等你发闪人想 不知道你还笑得出来吗 下面的活动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 就是我们的北区地方拍卖 下面我宣布拍卖 什么和一个陌生男人坐在一起 一五千万 四号贵民出嫁 一五千万 你去抬价一个亿 你下午谁呢 抱负我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实在理得 两铃 九号贵民出嫁 两个亿 五个亿 五个亿 四个亿 老夫 你别干什么较真 那你没减事还抬价的 哎呀没事 我最后要是不抬价的 我怎么好见 这一次 我就要套公全本家 我哎三十一 三十一 九号贵民出到了三十一 三十一买委屈的一块地 这人疯了吗 我看就是 哈哈哈哈 花三十一买块北区的地 哎 你有那钱 你不如给自己买个坟墓 恐怕有没有还觉得自己 穿大了吧 王少华 罗宾 咱们好歹是老同学一场 别给了不要脸 你没发现吗 啊 他就是突然抱负有点钱而已 他跟咱们不是一个层次 只有傻子才会花三十一买北区一块地 他不就是个傻子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转滑了转滑了 你觉得自己花进去三十种 就是你自己花钱 恭喜九号贵民拿着北区地画 谢谢谢谢 谢谢各位 宝福 我说回我之前的话 你这样投资的话 咱们公司半个月就完了 你说什么 半个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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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是不幸 我真没想到 你抱负能受这么大的辞职啊 等人老子都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十一大这北区 那不就死吧 如果再让抱负继续投资下去的话 恐怕后果会设想 江城北区就是那片烂地区 没有经济 没有交通房间 这张地皮 怎么会被他找到 总部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动用总部的资金在江城北区加大投资 把地皮的价格炒起来 让他赚钱 您放心总啊 我这就去办 去去一个江城北区算什么 整个报氏集团的隐形资账 是这个江城北区的千岁 神岁万岁 老师集团 绝对你交到他的信息 没想到 花了三十个亿 才拿下北区的地 我跟你说 钱真的不算什么 而且这块地 就是我想要做的 阿兵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也就是我的急事 不过这个呢 还远不够 我要你呢 再立马再想一些希望 必须是能够立刻马上的 这么着急 师傅我的 真是准备奖 你还以为我是给你赚钱呢 怎么这把一段信息的办法 我看信文 什么情况 北区即将进行全面开发 我各大商家平台事业五百强申请入住 我真的没想到 北区那块地竟然还能涨 目前一天的时间就涨了一倍多 北区 北区 你真的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投资手 到底是谁在搞鬼 北区 这次人说我客管你了 仅凭北区那块地 我们公司至少能赚取五十亿 你找出来了吗 你拍出来了 好像是龙城那边下来的名字 有什么 啊 那岂不是连那位也惊动了 是 这下杨氏集团就更加死不掉 吞并不了杨氏集团的研发不可思考 我们也很难再第一 如果这一次被他们崛起 我们的生意也会受到影响啊 爸爸你放心吧啊 我是不可能让杨氏集团落入摊之手的 你怎么啊 你不高兴啊 我没有啊 我真的 我真的 超不开心了 我赚钱了 我为什么不开心 喂 嗯 哈哈哈 干的不错啊 总管大人 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我听说暴富 在江城地区 跟底头蛇王家之间有点过烈 咱们是不是考虑可以利用一下王家 是的宗美兰 我会去接触王家 事关重大 不能有任何的差事 老叔啊 别怨我啊 哈哈 谁让你二叔留下的这资产 太分厚了 之前 是我错过你了 我一直觉得你 你根本没什么投资看错 没想到你能看中北区的地 哼 妹妹你看我之前就说 这块地肯定能正点是不是 妹妹你和包从你的相望 我去盯一下北区的那边地的事 哎呀 哎呀我快去了 你这么高兴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情 老板 由于我们公司之前在北区地方上操作 导致现在股民疯狂追捆咱们之前 买过的股票 现在全线暴涨 不是 不是 你说什么 投资部这次抄底 转大法 快 快卖出去 快卖出去 老板放心 我们投资部啊 早就已经在高位套现了 这次投资部少说 至少能赚七个亿 七个 你怎么了 你不是 老板 老板 老板明天这是我见过最伟大草盘手 老板 老板 我赚了这么多钱 我怎么嫉妒了 赚七你不开心吗 可是赚 可是不能在这个月赚啊我 这个月为什么不能是这个月 喂喂 抖月的血天之地 你比我天 若是您泄密的第三年 这份抖月就会自动抖身 您也会回去 把我手传的鸡脚 你没事 这个月特别好特别好 哎哎你赶快赶快 去去去把杨明给我找过来啊 下去 你有钱吗 哦 你找我 杨明你可知道 一直以来呢 你都是我的财神 这次北区能这样这么多 多亏损 报导 你们先行都是您领导的 千万不要 我对你啊 是非常有信心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 是不是该开始 下一个项目 我倒是有个想法 你不是老人叫您江城 请大人恕罪 我听说 你和报复有很大的过境 我和他不共在天 我这次来江城 只为三件事情 对付报复 对付报复 还是他妈对付报复 大人 有何分复 首先啊 你要让他赚很多钱 越多越好 大人我没听错的话 您 没说错吧 你只需要按照我的 分复去做 其他的你不用 是 大人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制成之后啊 少不了你的号 却纳 让它赚钱 赚得越多越多 你哥我是那对头子 你方格 你换个人 你们这事 不小心 你看 就要偷 你 没有 你 你 我 你 你衝了吧 一般包袱是傻子 只要我們在撒哈拉上 盡快的建立生產線 就能馬上投入生產 而且這裡的沙子的標籤 都是免費的 我只需要 啊不兩個億 就能盡快建立生產線 生火你我看你腦子燒壞了吧 這兩個月啊 我出十個億 立馬建立工程 就當是為我們智商事業 出份 雖然你剛剛你賺了不少錢 但是 這不是個小數目 這樣的話 我相信呢 我們一定 再創 輝煌 那個報復真能繼承公司啊 他要是能繼承公司 說那我這麼多年的經驗 豈不是白癡 放心 報復集團 早晚是我的囊中之物 哈哈哈哈 陳明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報復集團的事你自行決定 總管大人 這事我實在決定問不了 只能請示您了 說 總管大人 那個報復又要去撒沙拉哈莫 搞什麼投資 一次就投了幾十億 這這 這要怎麼壞的好事 什麼 在撒哈拉建廠 報復是腦子有問題嗎 馬上聯繫官方 告訴他們 報復集團要投資自殺 噢 哎呀 我知道了 你就別生氣 等過一段時間呢 你就會明白我的事 這是這是十個億啊 你這是 錢就是王八蛋 幫管他有一 一一千億我都不在 只要能讓你快 你這個方便不成功了 對 聽得起 報復 今天晚上不能訂賞 我給你準備了一個金錢 一定去 喂 我們這裏不賣低端車 你想買車可以去對面的小眾車好 你這罵什麼 我的身份買不掉這兒的車 行了 怕是把你扒光了 也買不起這裡的一顆螺絲釘了 不是 你門縫離開了是不是 這 好好瞧瞧 哎呀 瞧瞧瞧 真有錢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沒錯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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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是你員工也是你 就你一個人也配叫公司 這這不妨礙我 買車吧 行了行了 像你這樣的人我見的多了 打中臉充胖子 怕是連這裡的一塊方向盤也買不起吧 哦 把你們金錢交出來 炒什麼炒 店裡 這瓊酸是想要見您呢 一身瓊酸 穿著這樣來我名車店 我看你是故意來砸廠子的吧 這就是你們店裡招待客人的泰國 買車啊 就你 哦 你能買得起這裡任何一輛車 我就把車給吃下去 快一點 黑糖 む 包總 包總 嗎 現在我有沒有這個資格 買車了 包總您看我 我 我這一個狗眼 竟然不知 蔡山就在眼前 您大人不計小人過 兒 報總 我知道錯了 您想怎麼罰我 我都願意 你太多轉編還挺帥 但是我還是喜歡你剛才那種 喜歡我不訓練 這個這個還有這個 這三輛車除了這三輛 都有 幫忙您還有什麼需求 本店一定堅持為您服務 忘彩 來小寶貝 出面真乖 以後呢就要忘彩當最佳電的店 讓他當店長 一隻狗 哦 因為意見 報童英明山姆 我們忘彩又乖又可愛的 怎麼不能當店長 回去呢給你的經理 給一輛車 報童 報童報童我是一汽眼瞎 您就大人不是小人過 您就饒了我幹什麼您做什麼 您幹什麼都養瞎嗎啊 報童慢走 公司報童 弄著幹嘛把他給綁起來報童 報童教經理饒了我吧 不說讓他不用接收 王您準備的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您放心 絕對都是按照最定配準備的 好那就好 記住啊咱們公司的宗旨就是 不求最高 就最高 王宰華 羅賓 你們怎麼在這 貨富 你怎麼在這 徐秧鼎山也是你這樣肥有概來的 給我這裡吐出香腸 他媽說說 散了 羅賓 正事要走啊 爸爸我爺爽知道 今天平均山主罪滿營業 你竟然知道我是王家的人還敢拉我 混賬董事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告訴你 我今天要在雲底山 見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你們要敢阻碼我吃 我讓你們吃不著兜了走信不信 跟他媽廢什麼話 豬哥倆他看門的狗 真把腿當回事了滾黑 你真那麼著死 你們兩個愣著幹什麼 還不把這兩個扯過我趕出雲底山 呃忘了告訴你 今天晚上的平均山已經被我 包圓 聖免放貨 趕緊讓你啊 如果你今天晚上耽誤了那位大人物的事情 整個江都沒有人能保得了你 都已經這個時候了還威脅我啊 你們倆愣著 還不敢走你敢 耽誤了那位是大人物的事情 你吃不了兜著走 你吃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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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吩咐的都辦妥了 今天整個雲井山都屬於您和楊毅小姐 哦 要是讓我知道這個山上還有其他人的話 包總說罪我 哎呀說吧 這山上還有誰 這王少華想見的那個蠢貨 到底是誰啊 是他 是他 哎 包總您怎麼在這兒 哎不對啊 我好像記得你是馬總管身邊的人 哎 包總這整個報氏集團 不都是您的人嗎 哎 你話別說太早 畢竟呢我還沒有正式的繼承報氏集團 包總 我實在不知道今晚是您要要你成客人 我要知道的話 您借我八個膽 我也不敢 貝總和王家來往 還敢在這兒演戲 這 一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那個馬總管 也有些怪怪 行 今天晚上這個雲井山呢 我就包了啊 您放心包總 我這就下山 啊 該死的東西 等賭業結束 遲早要讓你跪在老子面前舔邪 沒用的廢物 對了 去給我查清楚報復最近所有的投資動向 是 是是是是 是大人 你 去給我查清楚報復最近所有的投資動向 楊小姐爆風已經在里面等你了 請跟我來吧 報復了哎 怎麼這你的人啊啊 呃我 我今天晚上呢 把整個雲女山的上上下下 裡裡外外全部都包起來 今天晚上呢整個雲女山是屬於我們 兩位 但是你包一座山是不是太浪費了 浪費 怎麼能算浪費了一點都不冷 而且呢 要幫我 我肯定是要 好好感謝你 那我不客氣了 他今天還挺好吃的 你剛才喝茶 這個棒真不錯 還還有這個還有這個 好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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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下雲女山一夜就花掉了幾百萬 眼花用的最頂居的 一共幾百萬 再加上其他單位的費用 僅僅一頓一半就用了 一千多 你可支持我的幸運女山 我肯定是 先吃飯 快 來來來 我跟你說啊 今天晚上這些東西啊 都是我特意給你準備的啊 來干杯 还有什么好消息 苏总 才知道 撒哈拉的沙子质量太差 根本就烧不了锅里 那边也不适合建厂 这次的计划呢 失败了 亏损至少不可以 苏宏 你果然受得起失 你去对 苏总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是什么意思 苏总 虽然建厂的计划失败了 但是在厂纸下 挖出了一个古代遗迹 龙国官方愿意承担 此次的所有费用 咱们这次 零亏损 你别搞我 这怎么还能挖出古代遗迹 苏总 不止这些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龙国官方 允许咱们在边缘地带 建立沙漠观光旅游区 年收入至少一个亿 一天一个 几个亿 哇 好 我走 你怎么了 都出去 什么钱越花越多越花越多的 不再见 这也太不得见了 肯定是马总管那个龙妹大眼的家伙 这边还给我寻找 北极的那块地 也有可能是他干的 不错 有可能是什么 不错 我给你 就想着 没想着 你好 我给你 下注 好 他又多赚了一个多月 好啊 我给他故意掉了一百万的 自存黑卡 三个月的时间 看他怎么花完这笔钱 王家这边想请报氏集团 帮助王少华迎娶洋溢 这个小小的请求 我答应了 爸 什么呀 你这死的这什么事 我是不可能再给王少华的 乖女儿 现在不是你答不答应 而是人家王家要不要取 爸 你什么意思 王家已经拍上了靠山 现在已经是马氏集团的分多次了 马氏集团 就是跟报氏集团有很深观点的那个 这人在报氏集团担任高手 我们怎么和他们斗 王总说的对 我们王家现在跟马氏集团拉近合作 从此以后那就是 比不清理人 能嫁给我 这是洋食集团的部分 你能嫁给我 这是洋食集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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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少华 你怎么来了 去清了 王少华 哈哈哈哈哈哈 哦我不是吧这三个级米 你们是否满意啊 这是全球最大的钻石 这些的东西拔了 两箱而已 撒撒水了 这是什么 月花天公一号别树一套 价值两个小目标 马氏集团的合同 哈哈哈哈 我问我 只要你答应这门亲事 这份价值五十亿的合作 我知道 现在洋食集团被真有钱公司收购 实际上公司早要五十亿 好的 但是只要有了这么多元 你不就可以 东山才起了 王少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你就是不带这些屁里来 这门亲事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啊 啊是不是啊 是啊 我们家洋姨能嫁给王少 开始高攀了呢 对 要说财力啊 王少还是这个 行了行了行了 洋姨啊 我毕竟还是你爸 这件事由我来做的 王家是江城 首屈一指的家族 你嫁不去 不贵是贵 哈哈哈哈 是啊 王少可不比那个报复强断了 报复不报复 一听这名字就吐了八戒的 少才是你的良配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答应啊 杨斌 报复前任那份副总 你就这么对抗他 别跟我提什么狗屁副总 我才不稀罕呢 就那小子 他也就是踩了狗屎运 头什么都赚钱 你不邪了门了他 这报复我都拿不了多求 我赶紧劝你啊 你别被坏人所蒙 不是话你闭嘴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是杨家的女儿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难道你要违背父母的决定 爸 妈 你就死这样心吧 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是谁给引狼入室 让杨氏集团被消购了 难道你还让杨氏集团 出发的是冬山再起的机会吗 杨斌的痛 为什么要让我来生的 你又假开这架 住手 你又假开这架 住手 你还没想到 你却是你 你又假开这架 你又不是你女儿吗 不 我屁 这里有你刷话什么份 谁让你进来 你思考明札 你活的不太烦了吗 我父啊 你你怎么来了 杨斌 亏我这么看着 我把自己的新公司交给你 然后让你当回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 我我说啊你你什么眼 去把外面白眼啊 我把这杨仪呢 是我的女朋友 我凭什么不懂 你还想着把自己的闺女 嫁给我 不笑話 你看你被你朋友 哎 我 這個飯可以亂吃 話別亂說 我告訴你 你別以為有了馬氏集團的關係 就可以仗式起 我就欺負你走了 哎別弄了 楊姨現在還是楊家的人 你看我們家裡我不答應 你不答應你說什麼東西 啊沒錯 王氏集團能和馬氏集團合作 那是王少的本事 我們楊氏集團能和王氏集團結為慶典 那是我們楊氏集團三輩子的福分 是啊楊姨 你趕緊把片裡收了 選個良辰吉日定婚 選個良辰吉日定婚 楊姨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沒有人能逼這兒 爸媽 這個事我不能答應你 公司的事報復給的錢已經夠多了 還不能滿足你們嗎 楊逼你已經是公司副總了 你還想要什麼 楊姨你就是這麼跟褲子說話了嗎 啊啊 既然楊姨已經做了決定 就沒有人能逼這趕 楊姨你走 楊姨你要敢踏出這個門口半步 你就不是我楊真的女兒 爸 你這是逼我嗎 我這也是為了你好 楊姨你別被報復的花椰巧語給騙了 你為了一個萬人 要和我們斷絕關係嗎 你們楊姨不就是想要錢和公司嗎 你們放心三個月之後 我肯定把別人交給你 三個月三個月恐怕就剩一個空殼了吧 誰知道三個月之後 是空殼公司還是定是炸彈 哎報復扶著反了 報復扶著 反了反了 楊姨你要敢再踏進這里一步 我打過你的腿 我 你三個月之後 生不如死 你只好 還敢說 也有 你 你 我 我 那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又是老是 老是今天是現在全球第一個進行進場 你們更有法跟他看過 皇家想要對付我們的壞 意味很長 既然如此的話 我們就不如好好的跟他告訴你 我就是情了 你放心 我這個人呢 最不缺的 報告 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看這以往 我們已經賺了那麼多錢的份兒 你讓我提供做吧 可以 你去說了一個 男兵你會輸到輸到輸到完 如果你們放棄兵分的話 我就可以當個城市給我幹什麼 楊野 我都給你們貴市了 你還想讓我怎麼招啊 你這樣可能讓我先過來了 你給我等著 會讓你後 其實讓我留下來 這是什麼心 吃飯了 皇上 我已經盡力了 但那兩個人 有點不見 等我搞話聽了 楊氏集團的總裁非你莫屬 謝謝皇上 有什麼要求你儘管提 還這個事就找了嗎 你是 你是號司法 女人舉報的涉嫌美式 去地址上天安 今天需要你跟我們走一趟 配不掉 可以去地址藏 你們是不是搞錯了 我沒有搞錯了 我們知道了 現在只需要你跟我們走一趟 我們走吧 我告訴你吧 我是不會屈服的 放鋪 你再不招 就別怪我們大型刺 皇上 你大股幹嘛過來 看來是你手段更好 還是我一直給你堅持 啊 在 蒼茫的 大海上 狂狂 去 停車 哎 烏魚和大海之間 你 有一隻海燕 在高傲的 飛好好好 來看你嘴 聞到什麼水 叫叫 入好好的水 你這樣 還是不著 我不著 喂 這 你別過來 我跟你說了 你別過來 不要 啊 皇上 保護照了 皇上放心 我已經請出了本部最強的水訊室 一天之內 保證他照顧 很好 事成之後 我不會虧待你的 你怎麼了 他 你給他照顧 你給他照顧 他照顧 你給他照顧 我 誰會做我殺了你哎 讓你打我的人呢 不過還有人在排隊 哦 這輩子你都別想離開 進入出大牢了 神秘啊 小老闆最近有個小米 小米是肯定想你 但是成總你上次 搭你給人家買的包裝塔 哦哦 真是 不忍耐 據悉 上市企業楊氏集團 因為董事長設計一起金融案 讓金融司抓捕調查 三日來 楊氏集團固定連續接聽 之前是 抄襲事業 這個蠢 是 這是 是 啊 啊 啊 陳大人你怎麼來了 誰准許你讓金融寺去調查報復呢 不是你說讓我去針對報復嗎 晚上都掙錢了 這幾天楊學生虧了多少錢啊 誰 警官大人知道這些事情 原我也要被牽連受罰 你笑我 你笑笑我啊 半小時內 我不管你們任何方法 讓金融寺放人 哈哈哈哈 你老是想說你 我好笑的 不要不要 你可惜嗎 不要不要 哎 黃大人黃大人先放給我 啊 這兩個敲門哪 黃大人私是頂級 所以大人也很緊 哎 喂兄弟呢 你怎麼又可以來電話了 十分鐘內被人保護 放著人 兄弟 你不是搞錯了吧 這小子呢 可是馬司機根也沒用到的講 你是龍了還是傻的 我讓你十分鐘內放人 那你就給我滾蛋吧 我去你 你這衣冠不整啊 衣冠對我有什麼想法呢 你可以走啊 走 走 走哪兒 你還想繼續待著這裡 這裡呢 有誰有說 而且還可以 我背 你真的不想走 你幫我去怎麼探工作 你去我 你去我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不要欺人太甚 喂 兄弟啊 十分鐘內我要見到他走出金融寺 骨骰你就替他在金融寺再一輩子吧 好 喂 這下你慢音了吧 我 我要求我 欺人太甚 把我吃的有點差 我這說的 不是有水 來 求你 你可以離開吧 哎 哈哈哈 老子曉你這歲了嗎 不不 你沒事吧 哎呀我能有什麼事呢 而且我還忘了告訴你 那個新黃的還求助嗎 你不就好你沒事就好 對了公司這兩天 你的意思是公司虧損了 啊 虧大這簡直就是虧大了 啊沒什麼我的意思是我們先 老少那接下來咱們應該怎麼辦 怎麼辦 你問我怎麼辦啊 不是你這份蠢驢 我能得罪陳大人嗎 老少你看 我都是按照你這個 下兩名 他們想掙錢嗎 啊 咱這要是上購 給這羊子啊 我都還是五十億 都拿來吧 羊姨都跟咱安大一絕了 你還給他留什麼面子呀 我是在擔心這個報復 你說 他背後 會不會有什麼高人呢 哈哈哈哈 爸 你是不是讓報復給嚇住了 他那有什麼背景呢 再說了 那王少的背景 可是馬氏集團 你說的也有道理 那筆錢 王少說了 您拿五十億 半年之內肯定翻翻 可是我們還不知道 他到底要幹什麼呢 這也不是你筆小樹嗎 爸媽 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了 可以 賺錢 給密Instagram 我們出 你一點都不擔心啊 你怎麼那麼不擔心呢 啊 現在已經幕僅多了 我覺得應該想辦法 不會損失嗎 對對 對 我們應該從這個時期 把公傑的股價 先拉過去 我覺得你說的 前段時間 現在我在金融寺的時候我也在想 我們這個東西應該 提取 能力的提供方式 有能力的人 爸來了 聽一下 張經理給咱們重新做一個自我介紹 報告好楊綠好 我叫張濤我曾經參與過亞光銀行 飛馬銀行 亞光銀行 飛馬銀行 我怎麼記得這兩家銀行好像一個經驗 不是人倒閉 這兩家銀行 咱們不能不信任 想起 他這個人呢 在投資方面是很有獨到的眼光 這正是我們 需要的人情 設立自己的 我願意 報告你干擾途徑 干擾途徑什麼事啊 不過你回去呢盡量考慮考慮 幫我做一份投資機 好了不如是 來 他參與細細創作 全部都失敗了 還有三個東家找幣了 報告我了 你確定真的要投資這種人嗎 贏人不用 用人不贏 我贏 你應該 相信你 好吧 嗯 嗯 楊宝 現在 相對於 夏天熱 冬天涼 外來的小樹苗很難從 於是啊 我就做了一套計劃 那麼就給他弄了一套小苗 就是冬天呢 就給他加點炭 夏天呢 給他放點冰 這樣呢 只需要一個月 這50萬個小樹苗 就會著障長長長 我覺得你這個發有點 不盡實際 天發星空 呃 楊宝 萊特兄弟 沒發明飛機資產 形容下 楊宝 人類的傷心 我沒想到 你這個小乳酪瓜 這麼聰明 不過這一個一個的投資呢 有點太少 我準備投資 不給你 從現在開始 你必須保證 錢一分不剩 都給我花了 他人用我的話 歇了歇了 你放心 我一定不辱使命 我去啦 我倒要看看 這是能不能賠錢的 報復 公司已經進不去第二次工作了 噓 我相信叫敬 什麼 報復要給全程的綠化樹 再送點兒 瘋了吧 這東西怎麼看他也不能賺錢呢 該死的報復 絕不能讓他得逞 這個項目我們跟投了 不但要投 而且要越做越盪 讓他一次賺個夠 這到底怎麼會 我不會你想做嗎 他官方的學家五合一 家裡要收財小棉袋 我不 我保證 咱們至少還能賺一個億 一個億 張經理 原來我之前 看錯你了 到底怎麼回事 這種爛點子也能證明 既然咱們的這個 棉袋項目呢 外公也不快 那就說明可有發 假如同家 那就繼續在假如投資裡頭 不過報總您的意思是 我在追加無異 給咱們的小朋友笑 假假樹 哎呦我的天 報總您真是太英明了 嗯 不過報總 我有一個不情之情 你說 報總 我有一個髮小 人稱小鳳廚 他們從小對投資頗有研究 呃 是我見過經驗最豐富的人 這個髮小 那肯定是 真確 我們公司呢 對於人才 還是小鮮若可 報總 其實他已經在面試官那面試了 你會這麼想加入我們洋服嗎 其實 我並不想加入洋服局 好了你可以回去等消息 哎呦我的公司是張濤 三個毛龍 張濤 就是我們公司是張經理嗎 是的 恭喜你通過我們的面試 請明天到公司來 張濤 你這也太不激動了 因為我上次才發和一個老同學 你不早點介紹給我 報總 窮才勾格 我相信 大陸一定會不會有相片 哈 黃小 歡迎你加入幼時集團 我會告辭 就去你這樣的人生 報總 出話說在前途 我認為人很羞 一般的職業不可抗爭哦 你放心 只要你急時就加入我們集團呢 我肯定會給你做一個相機 愛你每個月的聯繫 都給50萬 還有投資的分頭好不好 怎麼樣黃初 我說了吧 報總是球鞋若渴 現在信了嗎 嗯 報總眼光獨到 你會為你今天的決定 而慶幸的 怎麼樣 我之前說過 臥龍痛 唯一可按鐵線 現在我們轉大了 既然張濤這麼近 我們也不能表演 這樣我呢 就先拿手 給你先練手 好 我走一半 喝酒一口 你怎麼呢 床也不然呢 你真的相信 龐春給公司帶來利益 人們可奧心 還說 我相信龐春 一定是人才是學的 那你那你可以給他練手啊 放一票 我愛你 你這出家才秀 你就放一線的學 乖乖傻的 你好吧 這次先相信 那 報復是怎麼做到 把傻子召集集團呢 那你信 信到上身 把這個合同去交給楊氏集團 只要簽下這合同 報復就不足為律 這是馬氏集團的3S合同項目 陳兒 你真要為了 不敢問的別問 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報復 我們打算先把 馬氏集團的這個照片区碼 然後呢 對這個江西區 進行開發 我們保持一個準時利 馬氏集團 這樣不太好吧 我們前段時間才跟馬氏集團發生過多 老闆 上來 生意就是生意 我覺得這個主意不錯 但是5個億是不太高 5億綽綽會預料 那這個照標會 就麻煩您報仇和老闆嗎 大哥 真巧啊 沒想到在這還能碰一下 來啊 楊爺你怎麼還能舔著臉來參加競標會呢 楊氏集團人貴這什麼樣子 楊氏集團是貨產 跟您也沒關係 我們倆是來參加競標會的 給他們兩個幹什麼 競標 呵呵 你要是能拿到3S級的合作 好了 這不是吵架力的嗎 我閉嘴 啊 啊 這沒來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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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师集团的合同不直接给我们价 人拿出来竞标 接下来正式开始竞标 一亿一千万 一号住的客人出价一亿一千万 两个亿 二号住的客人出价两个亿 五个亿 三号住的客人出价五个亿 还有出价更高的客人吗 五亿一次 五亿两次 五亿三次 恭喜这位三号住的客人 咱们怎么不争啊 不得他们拿去 恭喜啊 这么容易就拿到了马师集团的3S合同 这以后阳师集团飞黄腾达了 可没忘了老同学 这就是个圈套 恭喜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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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吗 你这套马师集团赛不得了 当然是真的了 而且只有五亿就拿到了这套客人 为什么好像 你不是很开心啊 我没有了 我真的 我真的很开心 你看我不是在笑吗 你这下了 哭得很难看 白手就赚了五十个亿 我能笑得出来吗 山西后说了 可知说你觉得真是烧的 哈哈 哈哈 谢谢你 没想到我这次优传 你是公司的幸福星 干个杀人 这有个四代重大 就好像有机遇 而且我女人到头之后 用武艺就开起来了 这个啊 爸 没能想到 究竟就用武艺 就拿下了这个盒子 那是集团是要带着我们赚钱 那些人还能忍住我下手 郝董 我这话是要非同一弯吗 能从这么多的项目中 拿到招标会的肥 可真是下了不少工夫 这次生意呢 你出了好大理事 按照我们之间 现在合成我们没拿利润的管理事 但我心里觉得还是太少 啊 这样 干脆直接跟你十分之一 你现在 就去财务协证 哎呦 谢谢暴风 嘿嘿嘿 陈大人 你没看暴风的脸 这一次 你做得非常不错 你放心 等三个月器械移到 你想怎么又再报复我 那是你的事情 我马氏集团 你不要再看暴风 放心陈大人 这三个月都容我了 我保住 我一根头破都不痛了 昨晚大人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他非常高兴 三个月的时间变数太大 你还要想办法让货富 赚更多的钱 陈大人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如何让报复 江新区的这个项目呢 现在也不想 不过这其实才是个刚刚的开始 这马上去穿 对 对 江新区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从来只有靠我去亲自账上 你是想把开发的风险降到最低 对了 而且这个事情必须带你亲自去 那我马上去找你江新区的账料 那是个好地方 也算是个顺着就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开发 这个好的地段 也有开发 那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啊 不过最近公司的股票有回码 算是个好消息吧 什么 什么 你不要回暖 应该是我们之前跟马氏集团签的大合同 所以呢一个股市代表的信息 刚才你说这个江星区交通是四重夸 而且这时候的开发 啊 你再看看 你怎么看错了 人家上面都已经写的了 看江城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准备过 开发江星区所谓交通数据 只不过经过调查呢 上面有很多名胜组织 根本就不适合了没吗 怎么这样 看来呢咱们的这个 江星区的开发项目 只能暂时搁钱搁钱 小姐我不要真实 那咱们五个月又大水漂了 哎呀 最好马上终止 突然又得赚几十个亿 啊 准核啊 蘑菇对辣椒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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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慎为上 这个是江星区的新的自然 该动作 任务提醒 报道你别放心 这事他指定 超美 嘿 继续搜寻 我叫你不再来 三个月之后 你怎么 兄弟 快 快快开心 哇 我骑名擦啊 江星区有着大批量的名胜鼓劑 曾被评为江城文物保护地区 由于反对声道严重 江青区的开发工作 不得不暂停 这该死的江州新闻报 又什么时候跳出来的 谁来人息怒 我马上找人去调查这个江州新闻报啊 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心情 王少 你说这陈大人至于那么生气吗 还不是一个那个该死的报复 赶紧多查这个江州新闻报是谁的 我不长眼 扭到陈大人身上 行 我这就行 你有江城 我有过情绪 宝贝 不好啊 怎么了这么着急 江青区的开发终止了 这 啊 什么时候是开发终止了 这么突然 张伟大你可真伟大 没想到这么快就搞定了 江州新闻报道了江青区开发的事 又报道了把江青区化为文化区域的事 所以暂时撤销了对江青区的开发 起过这班呆的亏损了五个月啊 起过这班呆的亏损了五个月啊 放开啊 还不知这些 进来吧 你们有说话呢 就直说吧 报道了 公司股票 股票怎么了 快说呀 你冤了 哈哈 别 别很好 杨总 伯母这是 伯母总呢 其实一天 产生了最多会消息 没事 我们先休息 别把公司吸睛 让他有惊喜 哎呦我去 公司肯定是个五个月 国票有敌人了 双心里面 今天晚上 好好去 呦 不是人呐 哎哎哎哎哎哎 总管大人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陈铭如果再出什么意外 我就不用回来了 总管大人 您放心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让报复有任何翻身的可能 报复 没事吧 没事啊 没有什么事 我知道了 将兴趣开开回馆 现在他们堵在了电梯 有点心 但是 我想要跟你讲 杨姨 放心吧 真没事 啊 报复 今天晚上 老爷爷 今天晚上 老爷爷 老爷爷 你怎么行 就看今天你们 看这死人死人 你待会千万别成功 我们先进行上网 行 知道 我知道 好 好 死了吗 你怎么在这 就一去你們倆來 鬼胸我才呀 抱負 沒想到你跟楊姨好少了 怎麼 打算放女人 大大 老兵 我們倆這麼長期間沒有見面 你還是給我做個土手下 你 你的事兒我 你什麼意思啊 我就是實話實說了 楊總管好你身邊的工 這裡可不是能亂講話的地方 這裡可不是能亂講話的地方 張總那也請你注意言辭 抱負現在是我們楊氏集團的董事長 董事長 現在還真是什麼阿貓阿董 都能當董事長啊 你這個人呢 還是挺有資訊市民的 你罵我 我收拾你什麼 張總 今天呢我們是來好好談生意的 如果你繼續在家嘟嘟逼人 今天的晚宴也可以就最多辦 如果楊氏集團要跟你 不用急著拒絕他們 但也別答應太快 讓他們先吃點苦頭 楊姨 既然安然吃了飯多做的 表現一下你的誠意吧 誠意 我們大家在這裡 等了你這麼久 走吧難道我們就該白等嗎 按照規矩 先自發散沒了 先自發散沒了 你 別喝 你不是談合作嗎 他這幾個行動是 看不上 老婆 你嘴還挺硬吧 你以為現在的糧食 還是以前那個微不八面糧食嗎 股票這套冰鐵 現在 哪個公司敢跟你們合作 羅撒假的沒錯啊 楊氏集團今天分析 想求人辦事 別心看了自己也沒有這個粉絲 我喝 啊 然後我 我給你說個實話 我其實就是快兩千萬 其實還有很多 如果讓第三者知道 協議最終失效 這兩人是我的心情 我之前答應過 這守護公司呢 我不能讓他回到我身上 現在 可以談回座了吧 老虎學 沒想到你請量還不錯呀 不過既然這台生意 也不能敢做呀 剩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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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你有什麼事情 能不能抽著啊 不要回去再揚藝跑吧 你上什麼東西 如果今天談判的代表是你的話 那我跟今天跟楊宋說說 也沒有必要聽一下 小的 實相點 趕緊 沒事 你自己能不能打在我身上 張老闆 老闆 路了 我知道你們最近在談一個 東湖駿的東北海項目 這是個上百人 你們三家之力的話 要不這樣 我們和私家合作 當然楊總也不是沒有準備 不過東湖駿的項目不是我們 那張老闆 東湖駿的項目能不能我們來做 還得看忙一點 忙一點 羅明 不好意思啊同學 忙是要最近忙 讓我來替他 至於楊氏集團和三家的合作呢 我可以答應你 但是我們有一個條件 但我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讓王氏集團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是選擇讓楊氏破產 還是讓王氏入國王氏 這件算了 讓王氏 有什麼路是 告訴我 賣公司 關了兩次打擊 怎麼能抵抗保險 多個 秦蘭 他還得到了 真的 但是我們還要承認 一定要把他 都在手間 你不必 要不救 你 導遊 你站在後面 他沒有 好 他未來 行 入股可以 但是你的股份是一 从我的股份中抽去百分之十 对我自己 不行 这不是恨你 方便 你回去之后呢 告诉王上 我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 全部给他 让他明天来公司 就先去 方便 你还算是十五 既然如此 不大人开生意了 徐大员 报仇 杨士群的百分之十的股份 到手了 有了这百分之十的股份 那杨士的生死不随理當年 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 有了这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报复工作用量 上岁才账 那三大集团和杨士的合同 那杨益不是想中间 那難不就顺水推胃 你续胀 是 最近那几个项目跟平台是挺不错的 我们最近的喜欢做白 哎呦 你没事吧报复 没事啊 这些合逻都没什么问题 三大集团没有实战 而且王氏集团的入股 也让公司的不价真满满费了 王绍华就是马总管的一条口 现在杨氏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在他手上 最后我是赚是赔 还不是由他们手上 王家 这是你逼我吗 报复 我报复 哦 我是不是对不对 我是不是对不对 哎呀没有 你瞎在这儿想什么呢 不就改变这实的部分 没事啊 反正王家也会替我们分担 对我们来说不算坏事 嗯真的跟你想 你呢就好好的安排你 东西就像你就可以了 嗯 那我先去跟向后对接一下 去吧顺不到帮我交一下 我给你 你找我来 我呢有个大箱要给你 我瞎一下 我想让你们去暗议中 收购我们家里不去啊 啊 那怎么了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 不是 报总您确定要收购王氏集团的股份吗 报总 这是不是在这一奶几时了 啊 我这张卡里面呢 还剩下差 是个奔黑卡 报总 您放心 三天 只要三天 我保证让王社华 枯手跪在你的面前 但千万几个 一定不能报 我们在暗中收集人家固权的事情 是吧 王社华 好心 才刚刚开始 你吵 依我看 你那痛打螺蟹 这报复那孙子 早点赶出杨氏集团 是呀王少 您还是太念头绝情了 那包袱就是个小丑 里面他 只会恶心 这要不是陈大人在上面拦着 我早就弄出他了 东宫队那边盯紧了啊 别说声岔子 您放心 快点玩笑 哎爸 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我要再不打电话来问问 是怕连公司被人收购了 我都不知道 公司被人收购了 开什么玩笑 你这张东西 你是不是开玩笑 你不能看公司的骨骂吗 不可能 是谁在这一直 扫王氏集团的股票 谁呀能这么想上 竟然敢和王氏集团作对 会不会是散户 收着玩 那你们现在还在这看嘛呢 查啊 长毛补缠黄雀在后 王少 你以为只有你会玩意 进来吧 王总 那个王氏集团的股份 在市面上已经被我们扫了差不多了 收了多少 百分之五左右 百分之五 花了多少钱 十个亿 不是这也太傻了 继续给我收 三天之内 我要到至少百分之十五的股权 放心吧 我们会保证卖成人物 行吧 博博 说什么啊 就这么几个人 没事 过几天呢 也就知道了 我大家算了一下冬孤军的项目 如果可以顺利完成的话 我们这场会转自三个一点 而且呢 最近公司的笔票也在回买 我们终于可以成口信了 燕燕 这段时间呢 真的行吗 你放心 我相信你保证 从此以后 你绝对不会让杨氏集团 有任何人情统 这是我看着呢 哎呀那有什么 我可是董事长 包括我最近想回家看过了 所以 等我 这段时间呢 他会是什么 嗯 爸 你干的好事 你陆叔叔刚才打电话 说有人出高价 要收他手上股份 爸 这事很蹊跷啊 我也就找人调查去了 调查 等你调查 公司早就是别人的了 哼 文宇 绍华毕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你也不能全怪他呀 肯定是那个报复稿 他手上已经有十五的股份 继续让他收拾去 我看用不了多久 公司就要易主了 我他们现在找了算账去 混账公司 他现在是公司集团的股东 你难道要传出集团内乱的消息吗 这不是他现在他过来 蠢货 跟他身边的女人入手 王少 您怎么打电话来了 杨平 怎么回事啊 你们家 贝利后收购我们王上集团股票 什么 杨氏集团 王少 您可要明见呢 告诉你爸妈啊 要想保住你们杨氏集团 就赶紧让报复把股票 送到我们王上集团楼下 否则后 后果自负 爸 妈 杨斌 你们来干什么 你还敢和王少做罪 哎 搞什么 你敢打人 打的就是他 你这个贱人 居然敢把杨氏集团的股份 让给呗 这也就算了 你还敢和王少作罪 爸 我也说了公司好 为了公司好 为了公司好 你敢去买 王少 集团的股份 我看你是想 叫杨氏集团在这个市场消失 说过我要加个股票 我 爸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没做过这事 行了 别装了啊 那王少亲口在手机里面告诉你 怎么让他能污蔑你啊 是啊 你还是赶紧把股票还给王少吧 咱杨氏集团惹不起王家的怒火 你也不想你爷爷一手建立起来的工夫 会在你自己树上吧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哦 王少集团的股权呢是我让人说过 怎么 什么你们有意见 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你赶紧把东西还回去 否则 我对你不扣 想想我说过王氏集团的股权可以 你们必须得让王少华在我眼前 低头认 对于你们呢 我这不欢迎你 滚错了 来人 杨姨 这 这就是你的态度 爸妈 现在方府才是几层的董事长 你不要再说这股权白产了 我可以 什么叫股权满涵 杨姨 我看你这要是能让我买滚的 你是不见棺材骨落泪啊 让王少给你一个教训 以后 你们别跪着求我们 走 没有 喂 杨斌 王少 刚才我们去找了杨姨和报复这两个贱人 果然是他们在背后高贵 然后呢 王氏集团的股票呢 杨斌我跟你说什么你是不是都忘了啊 我让你把王氏集团的股票给我送回来 你聋了吗 王少 你再宽限一点时间 我保证让他们把股票还回来 杨明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大伙 这件事情 你还得再想想其他吧 放心吧 我现在就回公司 让公司准备回我股票 绝对不能再让杨氏集团 趁心如意的拿到 辛苦 唉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 王氏集团的股票 被杨氏集团反枪收购 是 不是 但您放心啊 这事绝对不会影响咱们接下来计划 既然杨氏集团那么喜欢收购 那就让他收购 陈伦 您的意思是 放出股票 继续让报复收购 哎 你弄谁了 去 我我我我 出大事了 不是又怎么了 王氏集团好像故意放出来大量的股票 都让我们去收购啊 你放心 他们要是放多少 我们就给他收多少啊 不是不是 我我我担心我们资金不过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事情 你放心的就去做吧 啊 钱的事情我来解决 哎好嘞好嘞我去 太了 脸不到王少华 千字绝粉 嗯 你什么事 这么高兴啊 啊 王少华那都放出股权了啊 这这什么意思啊 没事你放心吧 他们要是放多少 我们就说多少啊 等我处理完就王少华 呃 再去处理父母这边的事 放一放 你对他们要联系的 放心吧 那很快就会后悔 他本来就立即断断了 人家的势力太大没人敢装着 我什么让这份资料 不够他们喝一会 行 那就把你收取了几个资料 都放在这里 是 别忘了对我的情报 你就算不相信我 也得相信我们报复集团的那张 这就是一个 那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好 您都来了 出大事了王少 有话快说有屁块放 什么 现在关于王氏集团的黑料 已传遍了整个江场 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啊不引起上运的主题 又是下楼市了 他们这次来是汹汹 王少 你要消息 是我去约江州日报的老板 我得跟他好好谈谈 好 我这就去办 王少华 王家好像惹上大麻烦 如果你解决不了 就让马氏集团介入 你放心啊 我已经联系了江州新闻日报的老板 我这事我一定给他压去 计划绝不能失败 否则倒霉的不止是 杨仪 报复 我好 你们谁都比较好过 报复你开到了吗 啊 这就这样子吗 这就这样多情不义必自闭 你怎么那么道歉呢 王家导臺你这个股票不都作废了 股票能在这钱算什么 能看到自己的仇人遭报应 别分几十亿 就算是几百亿 我也说不准 这件事 不过又是你家人工策划的吧 你说 这个王氏集团早台呢 杨氏集团肯定也会遭殃 不过你放心 这场风波只是暂时 我向你保证 我肯定会让杨氏集团 度过这场风波 报复 其实你也不用那么在意我的感情 也许要是几番消失 才是最好的结果 听说你就是江州新闻日报的老板 你别误会 我就是过生一小编辑 杨氏我跟你说什么了啊 我要见的是江州新闻日报的老板 不是小萝卜 皇上 你先消气 他们其实是刊登消息的末日 真的啊 皇上华是吧 真是您的情有为啊 可惜别人太过嚣张 得罪了不该得罪了 说吧 怎么样才能把新闻撤回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搞错了 新闻竟然已经发出去了 这很有什么意思 只要你确保新闻 刊登道歉新闻 这蛮事情我来感觉 王家的能量 不是一定会想象的 十年前 王家拐骗龙国人进入外邦诈骗集团 王家从此发展 五年前 帮助外邦洗钱 三年前进行葬气的 王少华 你们王家什么样不真是血液的力量 我这种重疾的记者的呢 包括你们那种黑心公司那是一不容 真是用这数字 随便 啊 王少华 你别做梦啊 我今天来这就是为了告诉你 王家才覆灭了 你那算什么东西啊 敢威胁王家 现在马上把他丢到海里喂鱼 另外马上收购先入新闻时报 开灯到水克鸣 您说把他丢海里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知道了 王少华 你就想杀人灭口 叫别口不是你们王家弄过一手扎针的地方 好厉害啊 我还给阎王去扶吧 啊 走 哈哈哈 王少华 你别着急 还有人管让见你呢 快快快 走 老同学 好什么见 是你知我 哎呀 看不过你还不算特别蠢啊 不过现在知道了 又什么用 你他妈就是要死了 不是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我还敢为心 啊 你不如至于想想怎么断尾求生 然后扶这个江城里 滚出去 啊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忘记告诉你了 你们整个王家集团的所有武权 我已经 呆了 哎哇他妈 杀了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看 哈哈 刚才我们俩其实的谈话呢 已经被露起的 皇上 你今天是想杀我 我公塌不太可能 这样吧 王少华 请我们祖一下 我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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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他幫我放了呀 我是無辜的呀 哎 哎 哎 據悉 江城王氏集團已經被調查出 和萬邦集團有密集合作 並蓄意操控股市 尋普方正式對王氏集團發起調查 協同金融司和外務司進行深思回申 受此影響 王氏集團股價跌停 與王氏集團有合作的多家公司守得搏擊 其中以楊氏集團為罪 成事不足 辦事有餘的廢物 總管大人 陳明 最後給我一個交代 總管大人 您聽我解釋 我是會已經對我很不滿 那些老東西私下才接觸報復 再這麼下去 該遭殃的就不是王家 而是我們了 總管大人 請您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 不必了 親自來交承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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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自要來對付報復 看見了唄 這個就叫做什麼 多行不易必自逼 想不到王家背後 竟然幹出這種傷心害理的事情 唉 真正面不知信 要不是將一周新聞報道 我們還未能再補养 不過你確定這 沒什麼問題 什麼 你看 楊錦也被抓走了 你看 楊錦也被抓走了 我早就跟他說 要跟我上來 不會安心 你這可憲 害了王家也就算了 現在連你親哥哥都不放過 你還罵人嗎 小姨 你就忍心看著你哥哥被關起來嗎 他還年輕 他什麼串一零散 你就拒絕你哥哥吧 爸媽 我早就提醒過你們 不要跟王家走到太平 你們就是不行 現在後悔了 你們覺得他來得死嗎 怎麼來不及 這些事情 不都是你們搞出來的嗎 你就說 你誣陷了王家 小兵不就沒事了嗎 你們還真好一起說這種話 您想讓我們承認 污名皇帝 你們留著這件話呀 到巡捕房上說去 住嘴 你這個廢話 事情不都是因為你引起來的嗎 如果不是你 楊姨 早就嫁給王少皇了 我們楊家 合你以後 今天這個地方 你口口聲聲說 要守護你爺爺的公司 你就什麼守護你爺爺的公司呢 啊 先害死王家 這又害死了楊家 你到底怎麼做才滿意 爸 王家多行不義 這事還就有自詩 你閉嘴 現在都到這個時候了 你還不承認錯誤 你要害死你哥哥 你才一心滿意 爸 媽 你走吧 走 今天不就是票必 誰也別想讓我們走 對 還有平常 就是你害的王家 兩枚五十億就打的水平 這錢 你必須賠給我們 不是你們還真的挺有意思 意思就是我給你賠了這五十億 還得再陪你陪楊姨姨姨 對 這個你都脫不了乾淨 不可憐 叫幾個房間過來 把這幾個鬧事的人帶走 你你打 楊姨姨 你如果剛才跟我好好的說話 或許可以幫你 但是你三番五次的對楊一一五合流 今天這個話都是 你都不應該讓情 還讓你幹什麼 啊 再走 放開我啊 你們放開我 行了行了 沒事啊 我過幾天呢 就要把楊斌給揪手 爸 謝謝你 不要走 不要走 要來啊 你請我吃個大飯 這小子有漏風一天 要不是上面有膠帶 我給他們進去幹什麼 行 那就麻煩你了我先進去看看 來 哎 是你 你在幹嘛 我是來這兒 我告訴你 如果不是因為羊魚的紅 甚至懶得撥開 趕緊收收收收 過去 往上 先把往上放了 要不是啊 我不走 可是羊羊 你是不是他把自己倒在吃啊 不是讓你滾出去 不是跟我討價 你敢跟我這麼說話 你敢跟我這麼說話 繼續把他滾出去 你敢跟我這麼說話 繼續把他關掉 什麼時候想通了 什麼時候他放他出來 嗯 我想見一見 王少華 其實這王少華的罪還算是輕的 但是他的生命確實有些 對於我們只能再去把他分析 這個號 他真是想不到 前段時間的同學會 你還一起跟他 現在 就浪漫入獄 你剛才想發生 知道 你是在偉沈 不過呢 你得放棄這句 你怎麼知道我做過 你怎麼知道我做過 他記得這張 製作派克 其實這個報紙集團 那就是我耳朵 這陳明恒總管 只不過就是為了黃佑 這個報紙集團的漂亮好女兒 你能是報紙集團的繼承人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不是這樣 我們倆呢 只要你呢 能夠承認 是陳明知識你做這些事情 你也知道你黃紹華 都什麼人了啊 啊 我幫你剪清罪行 成交 呃 那我們就開始 啊 來了 都是陳明和馬總管 讓我這麼幹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真是好 搞不 呀 哎 好了好了 公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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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祝我們 合作愉快 哎 不過 你不講牛王 你別說 想不到這次王氏集團公佑 他不是有破賞 甚至連個接盤的人 怎麼了 你後悔了 後悔 我告訴你 我一點也不後悔 我這個人叫做無視已存心 王氏和楊氏雙說說破裁 你把你直接打了飛鏢 我就不信 這次還能起死回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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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馬是集團的大總管 馬是集團 那不是大人 那何止是大人 而且這個馬總管 還是報氏集團前董事長 他可以說啊是橫跨五陣 大超級才子的大 也是一種 吃人的乎炎 也是一種 吃人的乎炎 他可以說是橫跨五陣 但是你怎麼沒人 你別說 還這樣再回去 該死的報復 我就不信整死你 煩死 你往那 你怎麼親自過來啊 往不來 你恐怕就這麼 你自己名下主約 不要不下去 哎總管大人 三天後 我要舉辦燙龍宴 讓那個報復 徹底絕望 是總管大人 什麼 馬雄雲要公佈報氏集團的繼承人 報氏集團 這個不是國際排名第一 市值也搖搖你兼第二數倍的超級勢力 這 在這個時候突然宣布繼承人 楊燕 這公共的事情你就先處理一下 我先去拜見拜見 那邊把總管啊交給你 嗯 你去拜見 你去拜託 我拜託你 拜託你 在胡拙八道 你 我们真不是冒充的 我们是真想见陈大人 来求陈大人救我们王少一命 麻烦您通融一下 还敢胡说八道滚 住手 火候啊 你怎么在这 说怎么这么晦气 原来是这个帅神在这 你又是谁 回去告诉马天明 就算报复找他 马总管也是你能见就见的 你也呸呸 没错 你敢直呼总管大臣的名字 你活的不耐烦了吧 杨毅呢 他是不觉得丁人线也不敢来了 报复 我太了解你这种人的心意了 想和马总管配唱 你再往后排队 你当我小月时间 可不不现在这个东西 够不够四哥 现在这个东西 够不够四哥 报复集团制作黑卡 制作黑卡报时间 这 这话不是假的吧 那个 也配有 我们报仕集团的能不能彼此 仔细看看 这个东西 到底是不是 喂陈大人 你谁帮说 啊陈大人让你看 这 这里 这里 我不管动他还不敢动你 我滚 滚滚 我让 你快看你办事 现在不管什么阿猫阿猫 都敢以示我马氏集团的合作 广蛋自居 是是 搜寒大人就没事 这是 我没见过 是 你 好 曹总 您怎么来了 马总管好手段 今天直接在台头楼盐 您这是打算破卫规则 报仇 我不可一日无君 报仕集团现在没有主星 我想把报总您推出来 以稳定军心 相信报总一定能够理解 理解 哎呀 马总管 只要你答应我 作废这个协议 让我继续继承报氏集团 那我当然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哎 报总 说笑话 这个协议是老董事长亲自请的 我哪有负责承认呢 再说 报总 您也不希望这报氏集团 一直这么为你 哎 嘴言差译 这公司不是还有董事会 就董事会那帮老东西 他们要是有用 我也不用把报总言推出去 这么说的话 你还是为公司 董事长待我不保 我哪里面会因此分担一下 还希望我们报总 好好 马总管 那照这么说的话 我是不是就能继续继承报氏集团 只要在协议生效三个月内 您就可以用有报氏集团 要是我没有完成条例 按资委约的话就 那这个 您就会失去你钱了 好好好 那就按照你说的去办 不过咱们这个腾龙宴太小 知道吧 咱们要办就来打就来托 这小子在咕噜 究竟在卖什么药 什么 报氏集团要 跟我们合作 呃其实准确的买说呢 真有钱责任有钱公司 才是我的 这杨树集团呢只是个副手 那他无数量跟我们同小公司合作 那万一我要真的是报氏集团的继承人呢 那万一我要真的是报氏集团的继承人呢 真是 我还要是报氏集团的继承人 没有 我开玩笑的 我要真的是报氏集团的继承人的话 我怎么都回去继承家产 你是 哎那他们什么来跟我 你看 这个王氏集团呢现在已经破产了 但是 王氏集团留下来的产业量还是很多 我们之前拥有了王氏集团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我想 他们可能是想 因为我们 一并吞下王家的所有产业 然后成为整个江城第一的 当 当真 当真啊马松管轻口说的如假包换 我原本以为这个杨氏集团就要破产了 谁知道这一转眼就要飞黄腾脑了 杨姨给我滚出来 我谁呀这么大胆子 杨平 怎么又是你穿的 这皇家都已经破产了 你们还敢来这惹生非 真心 屍里盘外的家伙 杨平对你说话的态度 杨姨 没经过我的人许 你就把公司卖给暴风 你还好意思说 哎 今后不把公司还回来 别说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别说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啊 过了半天 你们是因为公司而来 你们脸皮还真够厚 脸皮厚 报告 你没经过我的人许就强买强卖 这事我跟你没完 没错 别以为自己有两个臭材就了不起 陈大人马总管 喂喂 不是 你当真以为 马天明会放 好 别以为你救我 就会对你干得带着 那是你应该的 现在马总管看上了杨氏集团 要和我们杨氏集团 实际上的话 我趁早把我们死去交 想不到这个消息还是这个聆听 居然知道了杨氏集团和 合作是什么 报告 你害死了王上 就等于是打了陈大人的脸 陈大人是不会放过你 你又何必拉着我们杨氏集团 跟你一起死呢 爸 不要太过分了 当初他不是报告的话 杨氏集团还是一部房的 你给我住嘴 你不是我的女儿 不是因为你 小斌和杨氏集团 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如果你走单于毛瘦的持婚 跟飞华同拿的 就是我们杨氏集团 爸 别跟他妈说 过两天 就是滕容宴到时候 你们怎么就能这么 全民可能会滕容宴 帮助滕容宴 我不信他 难道信你 你不会告诉我 你就是滕容宴的主角吧 暴氏集团的继承人吧 啊 你就是暴氏集团的继承人 滕容宴的主角吧 行 监事已至此呢 我也是不装了 我就是这个滕容宴之 同时也是暴氏集团继承人 行了吧 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哈哈哈哈 你要是暴氏集团的继承人 我就是龙波的剖主 你牛也不怕把牛皮水货了 杨姨 你看看 这就你选的男人 真是 丢人羡眼吧 妈 你们一定要每次都这样咄咄逼人吧 当初 答应你卖掉公司的是你们 现在出尔范尔的还是你们 出尔范尔 那也随你吃一啪外奖吧 杨姨 说你一起暴露把你从徐某棚就出来的人行 你好歹来念几下把你居然给撞好那行吧 傅总 他只不过是看着我身上的实力 想利用赚点钱罢了 呵呵呵 何局所需 行了 我看他们是不想还这个公司 既然这样 那就两天以后的腾务宴 让陈大人做主吧 走 哼 你 行啊 你就别想杨斌他们的事 你呢 就好好的整理 这些红色票啊 你别忘了 你还欠我吃一顿大餐呢 我说 谢谢你 没事 哎 你不是说请我吃大餐吗 哎呀 这个是什么 你也看到了 王氏集团和杨氏集团的双双破产 在我没有拿到豹氏集团的 继承权之前呢 我真的是货真价实生物粉 所以呢 我们随便吃点 又没让你请客 你害怕把我吃松了 我这家店 你说套法挺好的 我是地在这里吗 那为这是老太女吗 拿来我们小太子饭 这是我们小太太的 你这两个小吃什么 说个 那位是谁 那位是谁 谢谢 当然不会了 但是我也是谁 我妈妈妈给你 当然不会啦 還曾有人喜歡奶吃的 謝謝 謝謝 很香 我記得我們倆以前上學的那口 我們也經常經常吃跑串 想不到會過去這麼多年 我也沒想到 還能跟你一起吃上嘗 爺爺其實我呢 我其實一直有個事情 你不想告訴我 肯定我們得願意 等你想告訴我的時候再說 如果我說 我真的是報仕集團的那個人 你不相信 好香 不是我是認真的 我信啊 報仇 該去屯閉林的藤龍宴了 報仇 該去屯閉林的藤龍宴了 報仇 你真的是 是報仇集團的計程員 不一樣 我其實不是有意要騙你的 只是礙於某些賭約 不得不隱瞞我的先生 你在這兒你吃嗎 我吃藥 當然吃 啊 那過兩天藤龍宴 大膽了 畢竟我還是陽宇集團的補功了 那我就在藤龍宴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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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子你是准备好地方马总管的 爷妈你放心 这个马总管出而反而 杨凤云 等明天的唐龙宴 就是他的喜气 没看见寄生人呢 不害怕不敢来了呀 别在那装痒了啊 我告诉你 今天报复这小子死定了 报复这小子死定了杨鞭 你再收敛点吧 你想把杨家害的更惨吗 到底是谁把杨家害的更惨啊 自从报复来了之后 整个杨氏集团都快分崩离析了 这一切都是拜你们这两个贱人所赐 我告诉你 陈大人 不会放过你 今天就给您添麻烦了 哎呀这么多人 各位大人 时间差不多了 好好好 哎 严老 严起了 各位 欢迎各位赏脸光临滕龙宴 大家都知道 今天要宣布报氏集团 未来的接班人 那么现在就有请 报氏集团新任的董事长 登场 捧得越高 摔得越高 你做好摔下来的准备呢 嗯 我这不是报复吗 报复 不可能 好的 大哥 谁允许你们在此大声声话 破坏陈龙宴 咱们给我闭嘴 咱们算什么东西 报复是我媚妇 不知死活的东西 也敢贪污报总的亲戚 很感谢大家呢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陈龙宴 不过 等抱歉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 在陈龙宴开始之前呢 我想申请大家看一段情 神陈平安和马公安 只是我对不起 你 好无怪我 我师父都不回答了 哎 罗先生 碰给我 这一定是个误会 是有人想陷害我 毕老 好想请你呢 舍公子 我看你啊 你心肠逮毒 连董事长的天白人你也陷害 报仕集团已经容不下你了 来人 把他压下去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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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仇集团 接下来的舞台就交给你了 很抱歉让大家见笑了 不过在这陈龙宴开始之前呢 我想邀请一个人 跟我共同开启陈龙宴 小爷你愿意和我一起吗 我 不过在这陈龙宴开始之前呢 我想邀请一个人 我愿意 接下来 各位同意呢 正式开启